相信大家都知道李小龙有一个武术绝技 叫做寸拳 他可以在和人贴近具体后 瞬间把近距离的一个八尺大汉击退到椅子上 并且椅子还会向后滑动很久 很多人觉得这位功夫之王的绝世神功是不可复制和学习的 但是在今天有一位小伙子就做到了 只见他的出拳快如闪电 令人猝不及防 他能隔着铁板打碎砖头 啤酒瓶就离他分毫 他丝毫不需要缓冲就可以把酒瓶击碎 让网友们惊得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小伙 竟然可以练出这般功夫 今天就让探长带大家走进这位功夫小伙的世界里 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视频里出拳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伯振亚 来自山东林营 出生于1990年 年纪不大的他是怎么会这般能力的呢 其实伯振亚的父亲也是一位武术高手 并且曾在少林寺习武多年 导致耳濡目染的伯振亚从小对武术无比向往 长大后 伯振亚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去参军报效祖国 并且还当上了特种兵 也是在参军12年的军旅生涯中 练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在陆军特种兵营里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技能 光荣退伍后 军人的天性被他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在家里每天坚持练功习武 将特种兵每天的体能锻炼铭记于心 有了非常好的身体素质 再加上父亲的武术指导 让他很快的就开始了自己的武术时光 而且他很崇拜李小龙 想着有一天可以把李小龙的寸拳展现到大众面前 后来经过长期的钻研练习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寸拳真的被他练了出来 后来让他把自己展示寸拳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网友都大呼好本领 在他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以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 就可以把眼前的石砖击碎 不仅如此 牛骨 大鲤石 哪怕钢筋都毫不逊色 手起全落 仿佛在他面前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被他精准瞬间击打粉碎 网友们调侃道 和他做朋友万万不可距离他太近 一句话不对就会粉碎性骨折 打我都不需要缓冲 也有的网友质疑他这是视频效果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本领 还是视频加速的效果 后来他被央视请到舞台 亲自演示一番后 网友们的质疑才打消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博振亚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掌握的技术 给自己在网络上赢得了一大片掌声 这样的人你会喜欢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顺便别忘了给他点个赞 感谢观看